好 馬上來聚焦一下 比亞迪 其實在28號的時候 發表了他第五代 兩款全新的插混車型 他說油耗只有燃油車的三分之一 而且他陸續續航 是燃油車的三倍 等於說要徹底來顛覆燃油車 而且他整車充滿 據說可以續航2100公里 已經創下了世界紀錄 甚至說更好的表現 是可以到2500公里之多 這一次這樣子劃時代 第五代的這種混叉汽車的問世 其實在發布會之前 還有一段影片非常的感人 就是他們說 這叫做給錢學森的回信 我們來看看 是寫給現在的 這封信也是寄往未來的 今天我們用開創油耗20代的 第五代DM技術 向32年前的前老回信 對 所以其實這次的發布會 也引起了這個世界各國的矚目 人家講說比亞迪 終於是要把燃油車最後的倔強 徹底殺死了嗎 因為他這樣子極限續航2500公里 這也意味著換算一下 從北京北開到了香港南 或者是從北京開到新疆烏魯木齊 都不需要加油加電了 也不用擔心沒油沒電了 人家講說你覺得這樣燃油車 還有買的價值嗎 換句話說 王傳福也特別在這一次的 記者會裡面定調 就是全球的混叉車 已經進入到了中國時刻 我們來聽聽 去年在中國市場 插電混動同比增長了85% 已經成為新能源市場最火爆的賽場 現在全球每賣出四台插毀 就有三台是中國品牌 世界最先進的插毀技術在中國 這是歷史性的時刻 新能源汽車成為主流 燃油車成為非主流 新能源汽車變成了主流 燃油車反倒是非主流 所以其實我們看 這個根據統計2023年 中國大陸他們的混叉車型的銷量 年增85% 全球賣出四輛混叉車 就有三輛是中國品牌 現在比亞迪的混叉車的車型 累積也超過了360萬 中國大陸每賣出兩輛混叉 就有一輛是比亞迪 所以它的市佔非常的高 當然美國瑟瑟發抖 所以不停的要一直阻止大陸的電動車 賣進來就說 我們因為要保護美國的製造商 還有不能讓你大陸獲得新的壟斷地位 這是一個國家安全能源 轉席就業的一個原因 所以必須得要阻止你 但是現在也有美國媒體爆料說 川普如果重返白宮的話 考慮要任命馬斯克當政策顧問 而馬斯克其實他最常出來批評的 就是拜登的一些這種 像是電動車的一些政策 他是反對拜登對於大陸電動車的 這種加稅的政策 是暢反調的 因此接下來美國究竟會怎麼樣來 對於大陸的電動車做一些因應 還很未知 因為不知道會是誰來當選 但是我們看一下 歐盟已經很明確的 他們現在對於 中國大陸徵收臨時性的關稅 他們採取一個推遲的措施 的確在歐洲這邊的銷量 今年頭四個月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在歐洲 其實有三個品牌打進了前20名 連比亞迪都暴漲了5倍超過了 瑞典汽車吉星 現在目前最受歡迎的品牌 現在是上氣明爵 富豪汽車超越上氣明爵 已經變成了歐洲市場 最受歡迎的品牌 巴西也成為了中國大陸 最大的新能源出口市場 四月份就暴增了12倍 還超越了歐洲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其實現在巴西超越了比利時 成為最大的這樣子 中國大陸的新能源車出口國 這樣的一個排名 第一名是巴西 然後再來是比利時 英國 泰國 澳洲 也都是在前五名的行列 換句話說 中國大陸的新能源車 真的是已經橫掃全球了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 介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比亞迪最近推出這款車 它不是只有它的續航力驚人 價格也很驚人 這價格在10到12萬人民幣之間 算起來的話 大概就是50萬台幣 50萬出頭 你想想看這種性價比的話 我們台灣的消費者是不是 聽了以後會覺得 台灣隨便一向混 所謂的就是說hybrid 油電混合車沒有100萬是買不到的 而且它的續航力能夠達到 它這個車子的2100到2300的 一半就不錯了 所以這個車真的就變成就是說 中國大陸 人家都說它靠這個是什麼 這個廉價車 歐洲一直講是廉價車 現在看起來不是 現在是靠它的性能 在世界國際市場上 功成略地 因為這個車的話 事實上的話 它的引擎本身 它的發動機本身 它就已經是超省油的 因為它5公升可以跑100公里 100公里大概就是5公升的油 非常低了 然後它還有電 所以這個等於說它的成本 現在已經直逼什麼 直逼電動車 電動車大概這個成本 大概直比它稍微低一點 所以就變成現在整個市場 在討論到說 這個電動車會不會因為 這個混擦車的出現 電動車是要受到影響 對 因為電動車 這個成本還是低於這個混擦車 可是這個混擦車 它的續航力長 你現在就是說 在大陸市場上 你問這些純電動車 它的續航能力大概是800公里 我看講到800公里 因為像未來有說 它可以跑到1100公里 一次跑到1000公里 那其實那個不是普遍的 你跑到800 可是你知道在台灣 你大概去買電動車 它說你續航多久 大概續航就是500公里 所以大陸車子 它現在在電池 這個續航力上面 它已經遙遙領先 現在再加上它這個 所謂的混擦車的話 就是說光這種性能 這種表現 汽車表現來看的話 那就造成就是說 它的銷量 你再怎麼擋 它到巴西也會衝出來 你再怎麼擋 它到泰國也會衝出來 你再怎麼擋 在中國大陸消費者的話 它最主要就是要性價比 最好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就跟馬斯克講得非常清楚 對中國的將來的 跟中國車競爭 歐美國家只有靠保護主義 也就是說靠政府差干預 純粹讓這個中國的車跟歐美的車PK的話 那中國車一定勝出 從這輛車你可以看出來 價錢 它的性能 續航力 就是擺在眼前了 所以已經到了中國時刻了 楊老師 我提問大家一個另外一個訊息 因為日本不那麼認為 就是同一天 當比亞迪在28號公佈DM技術的時候 豐田 馬斯達跟蘇巴路 他們也在5月28號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是公佈了一個 由豐田自己發展出來 新的小型的引擎再使用到PHV 我們現在講就是三種車子 一種 四種 一種是燃油車 一種是油電車 這我們在台灣都常看到的 一個是EV就是電動車 另外一個就是PHV 也就是插電的 你要插電 但以用電為主 然後燃油為輔 現在比亞迪跟Toyota 豐田都在做這個東西 那1500cc或2000cc 然後就是增加它的效能 但它沒有告訴我說 我看了就是因為這兩天的事情 不管任何資料 豐田沒有告訴我說 它可以跑2100公里嗎 顯然沒有 這就差很多 如果你只是一個新型的 就是PHV的引擎 提高一點效率 其實你還是沒有辦法達到續航力 2100公里的話 你跟比亞迪 你就把它被人家比下去了 更不要說你坐著兩天都很便宜 現在比亞迪在日本也越賣越好 當然這個還是有待加油 可是你在其他的地方 你就看到就是像巴西 巴西很有趣味 20年前巴西跟中國的貿易額 一年下來才10億美元 現在每三天就10億美元 不得了的這個進展 也當然就表現出 就是說中國大陸在貿易 現在這10億美元裡面 有相當一大塊是電動汽車了 而電動汽車相伴隨的 這些上下游的產業 跟就是說一些進出口 也越來越大 光是在巴西 可是你知道在美國 美國不是現在拜登政府 提高了百分百的 中國電動車的進口關稅嗎 它那個是一個示範作用了 因為根本沒有真的車商進口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只有一些個人進口 所以它這個而且額度也很小 它是要示範給歐盟 你歐盟也要跟著我 這個歐盟現在沒有 把它拖延 但是這兩天 美國有一個雜誌 叫Inside EV 它去做了一個民調 它就問就是40歲以下的年輕人 你知道中國電動車嗎 然後如果有的話 你會不會想要有一台 76%的人回答會想要有 因為表示年輕人40歲以下的人 都知道中國電動車又好 現在續航力又長 然後最重要又便宜 所以其實這個電動車的時代 我想比亞迪的王學團說的沒有錯 已經進入到中國時刻了 好 請教導將軍 我覺得這個2100公里 可能台灣的朋友 可能不太了解這個含義 我特別跟大家講 台灣繞一圈大概是1000公里 也就是說它滿油滿電的狀況是這樣 台灣可以整整跑個兩圈沒問題 所以繼續玩真的是非常方便 其實我自己看了這個數據以後 都讓我非常的心動 這確實是這樣 我覺得它這個車子 之所以說能夠跑到2100公里 我覺得最大一個原因 是在它的電池非常的好 它的充電性能 它的電池來講的話 可能用的電池 可以充電能量很高 我們以往來講的話 所謂的電池 可能最多 如果純電動車來講的話 大概以比亞迪 或者是說賓士來講的話 五 六百公里了不起了 我那時候去看比亞迪的車子 它大概五 六百公里 我覺得它是用什麼原理的 就是說我這引擎發的電 可以車子馬達 是用馬達在轉這個輪胎的 這個引擎來講是發電的 提供給這個電池來做充電 我覺得它應該是利用這種原理 所以它才能夠跑那麼久 那代表意義什麼 代表我覺得就是說 它這個電池的充電量的能量 可以幾乎到每一滴油 它都可以發揮到極限 甚至於說是它特地在煞車 或停止或什麼時候 也可以回充這個電力 才有可能跑到2100公里 我特別要講的是 這個美國現在來講的話 你這種科技 當中國發展出這種科技 人性來講的話 我當然是希望有一輛CP值很高 又便宜 又可以省 又可以跑很遠的車 對我來講 這是人性的需求 你美國可以拒絕 你可以利用關稅 利用保護主義 來卡住不讓它進來 可是問題是說很多的 你老實到基本的人民來講的話 他就會想要 包括中南美洲 你美國不要的話 中南美洲 中中地區的這些國家 甚至於我們現在看到 包括俄羅斯來講 俄羅斯現在是94%的車子 是中國進口的 聽說中亞地區 賣這個中國的二手車 到俄羅斯去都可以 都可以買到 勞力士的手錶來戴 所以可見全世界這麼大 有很多的國家 你美國不要 你歐洲來講 射線來講 到最後結果怎麼樣 就是其他的國家占到便宜 你美國自己 如果說是有這麼好的東西 你不用的話 我覺得對你國家來講 是浪費你自己國家資源 往後來講 你如果說是在 持續在競爭方面來講 你就已經開始落後一步 我覺得說美國 你這時候 包括歐洲國家你應該 當你競爭不過 你必須要認清現實 你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我怎麼樣來跟他合作 對不對 我們共同來開發 共同來經營 這才是你一個企業者的經營 而不是說你純粹用保護主義 當這個技術已經發展 很到這種程度 你美國去拒絕他 你不去想辦法 去跟他合作來講的話 你就讓你自己 汽車產業越來越貴 到最後就變成 你美國汽車 其他全世界國家你賣不出去 你因為價格這麼高 你一定賣不過中國 這可想而知 我們要知道 包括比亞迪 他是所以做得出來就是 他從